因為這個疑問大家都會有 說真的能撐70天嗎 我先把這個美國CSIS這個兵推 跟大家說明一下 他有五個情境 不是只有一個情境 第一個就是基礎模擬 悲觀模擬 樂觀模擬 剛剛五哥講的 臺灣孤立無援的模擬 最後是末日模擬 那我這什麼叫做基礎模擬 就現在 就是完全按照現在我們的狀況 不管是美日的狀況 我們軍人備戰解放軍的現況 美國的現況 就是完全按照現在 這叫做基礎模式 再就悲觀模式 什麼叫悲觀模式 悲觀模式是說 美國沒有支援你 日本也不管你 然後臺灣自己所做的這個 這個戰術飛彈 或者是遠程的導彈 都沒有那麼好 這叫最悲觀 好的都沒到位 然後再就臺灣孤立無援 就是說 美國說好給你武器 後來沒來啊 日本說 日本有事 臺灣有事 日本有事 後來日本當作沒事啊 這就是被孤立嘛 那最後一個末日就是同歸於盡 就大家玉石俱焚 那玉石俱焚 我們原則上不談了 但是即使是最悲觀的方式 就是臺灣孤立無援 我們都沒說啊 就是我們還可以守七十天 為什麼呢 這裡面 美國在設定這五個狀況的時候 他有定四個條件 這四個條件 可以CSIS才可以推 如果沒有這四個條件 不好推 第一個是什麼條件 就是美日會到位 只是遲早而已 所以這個臺灣孤立無援 是美國跟日本晚到位 他不是完全沒有到位 然後第二個呢 是美日會加入戰局 第三個就是反制的飛彈 雖然沒有效 可是他是有用的 他不是好像是亞巴彈 他有用 最後一個是最重要的 就全中華民國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有同島一命 為國犧牲的決心 這四個決心在才能推 所以說你就會想到 為什麼可以撐七十天 所以很多說哎呀你冰推中 都說臺灣可以推七十天 可以撐七十天 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的瓦斯不夠 我們天然氣只能撐十一天 那剩下的時間怎麼撐 如果大家覺得兩岸打起仗來了 我們還是要有冷氣吹 我們還可以每天可以看電視 每天可以享受非常舒服的生活 都完全不影響正常的行動 那就不叫做同島一命 我曾經在馬祖的一個小島叫大丘 因為賀伯颱風的關係 我那個島上沒水沒電一個半月 一個半月沒水沒電 對怎麼過我告訴你 打井水喝井水 然後島上面所有能吃的樹根都挖光了 對然後把所有的罐頭全部拿出來 就撐了一個半月 才來水來電 那叫同島一命啊 那在島上的阿兵哥休假回去 有去跟國防部申訴 余北辰不人道啊 那不給我飯吃 不是沒有嗎 就沒有 沒有人申訴 全島上二十二個弟兄沒有人申訴 大家還覺得這是一個一個回憶 我們活過來了 所以說美國所講的這個想定 最重要一個就是 全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 有沒有人會同島一命 那為什麼說即使悲觀我們都沒輸 悲觀總共推了十六次 其中有十三次推到卡住了 為什麼就是解放軍的大軍上來 已經超過兩萬人 可是還是打不動 為什麼 因為兩萬人上來 跟兩千三百五十萬人來比 他還是微乎其微 你不支持他 你不跟他投降 他奈何不了你 所以說美國在講 中華民國的軍民 有沒有不投降的氣魄 如果有 即使是最差的孤立 還有悲觀的模擬都打不下來 那至於說 台灣的天然氣只有七十 只有十一天 我要跟大家講 如果真的打起仗來 你不會有冷氣吹 你也不會有汽油可以開車 你更不能上電影 因為看電影 你也不能我要看 每天看新聞面對面 我告訴你 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那就是咬緊牙撐到底 因為有這樣做法 美國就說還是會贏 因為美國跟國際社會不會不管你 他會介入 當十幾萬解放軍被困在台灣的時候 外圍被其他的國家增援包圍 那你想想看 最後是誰被包圍 反而是解放軍登陸了十一 十六萬人 最好的狀況 登陸了十六萬人 他們被包圍 所以說 美國差異說 最後是慘勝 解放軍幾乎被打趴 他的海軍幾乎被滅掉 然後中華民國的國軍 也大概有一半以上被打殘了 連美國都損失兩艘以上的航空母艦 也就是說 真的要打起來 中國解放軍要贏的機率不高 但是呢 美國 日本 中華民國 也不會得到什麼好處 那叫慘勝 所以謹慎起戰乎 千萬不要隨意起戰 那郭忠祐 這個我也參加過冰推 台灣能獨立 就孤立對抗 抵抗七十天 跟我們的能源存量十一天 這兩件事情是不衝突的 因為他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七十天裡面 第一 就跟剛剛將軍講的 能源的需求 除了軍事跟重要的工業生產之外 降到最低限度 所以會延長 第二個是 獨立抗戰的過程當中 海運 還是沒有完全中斷 還是可以進得來 所以呢 其實呢 不管美日來不來 我們能不能持續抵抗 能抵抗多久 你海空運會不會完全斷絕 還是關鍵 所以呢 以前搶制空制海反登陸 最重要制空制海 因為你不能制空制海 老實說 你的這些外援進不來 這點要堅決抗戰 光有意志 可是先進武器 愛國者飛彈 這些逐漸消耗掉 還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最重要的呢 美國的這些前提就是說 第一中華民國就是臺灣所有的人 一定要有強大 而且堅決的抵抗 是 如果一開始投降主義 那再多的武器 也只是幫中共增加他們的武器存量而已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 美國要能夠很快的進來 因為中共現在兵力很大 所以美國要不趕快進來 那光他們讓他們關門打狗 那這個當然不太好 比如說讓他們拼命打臺灣 這不行 第三個是日本要能夠支援 讓美國能夠用他們的激勵 所以像這些東西 最重要的還是你臺灣的外援 不能斷 像他們現在一直主張說 如果因為我們跟烏克蘭 畢竟不一樣 我們很難有陸陸上的遺言 因為我們旁邊沒有什麼陸陸嘛 那可是所以前一陣子 大家就在講說 先把我們武裝成一個 巨型的彈藥庫好了 就是你打仗的時候 需要的所有的武器 前面全部都已經到位 一直都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所以現在包括台美之間 你說他們在飛彈軍購啦 包括這些東西 是不是也是在做未來做準備 是所以現在呢 譬如說像這些重要的裝備 像譬如說最新的 譬如說這個AIM-9X 這種空對空飛彈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自製 這一定要靠美國攻擊 所以呢現在來講 已經加快這個運送的速度 那這種飛彈呢 可以增加我們F16戰機的空戰能力 也就是說呢 中共要封鎖我們的海運 我們呢 一定要想辦法打 打退他們的海軍 那我們要打退他們海軍 我們的F16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制海的力量 可是我們的飛機 也會被中共的飛機所威脅 所以這種飛彈呢 就是這個獲取滯空 讓他們的飛機 沒有辦法來轟炸臺灣 沒有辦法來威脅我們的空軍 讓我們的空軍可以去對付 他們的水面艦 把他們的這個封鎖的這種效能降到最低 所以這是一環接一環的 那其實美國看到的就是說呢 你現在這些先進的武器 面對中共很大的威脅 他最近有一個什麼 我的戰陰繞著 寶島飛啊 這種說大話的話 其實他就在暗示說 真正要打臺灣 他一定是先爭取臺灣上空的制空 所以他才要講說 他的戰機可以繞著寶島飛嘛 所以呢現在這個我們呢 也積極的在準備就是 強化我們的制空的力量 因此呢 這點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說 講全民皆兵 還是講這個兵役延長 這個都是我們一種抵抗的精神 但是真正要防衛臺灣 還是要靠先進的制海 制空的武器 要不然的話呢 剛剛外源一斷 這個重要的設施工業 這個生產一中斷 那這個其實對我們的抵抗的力量 還是會有很大的妨礙 OK 其實我簡單把郭騰老師 剛剛講的這麼多的很正面的是 我簡單把它簡縮成八個字 就是意志堅定 準備充足 所以我們國家至少兩件事 很立刻要做 第一點就是不要再糾結在 比方說我們國內的一些政治爭論 或者像糾結在林志堅 高宏安 這些案子 這個對整體國家利益來講 那個是小事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其實英文有一句名言 truth hurts lies killed 真實傷人 謊言致命 所以該是怎麼樣 每個黨我們反省自己 該我們做錯 我們查清楚跟人民交代負責任 這樣就好 人民會接受的 那其次就是說 我們國內不要再來提這種疑美論 先前一直在講 說美國是要利用臺灣去對抗中共 要固守這個太平洋第一防線 可是如果我們反過來想 如果反過來想 我們就投降 我們是被中共利用來對抗自由世界 不是這樣嗎 美國人他們好意以善意 第一點 美國不想併吞臺灣 美國不想併吞 全世界的一個國家 他是世界的警察 第二個要針我們 不能想說要咬我們 要親我們的時候 不要以為說他是要咬我們 OK 林俊最後一分鐘請問一下 英日之間簽署了 這已經多久以來的互相駐軍 是為什麼在這個解骨眼上這樣 媒體上有報導 日本最近好 臺灣有事日本有事 他除了在你說南西諸島 把他擺了多少個彈藥庫 類似這樣這樣 他社會想要打造一個不成航母 一大片土地上面 全部拿來當作F-35的基地嗎 這個基本上還是跟美方 在進行一些合作 我先講這個英國駐軍的這件事情 事實上他們是有簽了這樣一個協議 但是實質上到底是不是會真的 用常駐軍隊的方式 我認為未來都要觀察 但陳如你剛剛所說的 就是說現在看起來這個美軍 在日本這邊 我認為未來那個駐點的機會 會越來越多 比如說他們準備要在這個沖繩地方 做一個叫做賓海作戰團 那這個賓海作戰團 基本上他主力部隊 就是所謂的海軍陸戰隊 那他跟那個海軍陸戰隊的這個遠征 基地遠征部隊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他人數稍微比較少 他是一千八百人左右 那他那個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美國其實在整個亞洲地區 有三個這個所謂的這個 冰海作戰團 第一個成立的時候是在夏威夷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預計會在關島 那他當然想要做 就是說我主動打擊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攻佔了一個島嶼之後 他把這個島嶼作為據點 然後去控制這邊的海空域 讓別人沒有辦法從這個島嶼裡面 再奪下來 那有一個比較特別 就是說您剛剛所特別提到 他們在日本要在所謂的馬毛島 這個地方那興建一個 這個是就重新做一個新的基地 那這個基地其實被稱之為 叫做不成航名 因為他是陸地型的 那以他的這個無人島來說 他其實真正要做的事情 就是他在戰時的時候 要讓他成為沖繩這些戰機 移轉的部分的時候 就移轉到所謂馬毛島這裡 而且他的距離 譬如說他從這個馬毛島出發到 這個所謂的上海這邊 大概是 我記得是八百公里左右吧 那八百公里如果到北京 基本上大概就是只要一個小時左右 就一個小時左右的這個航程 那一個小時的航程 其實對於這個戰爭因應上面來講 是足以 是足以應付了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面來說 日本他當然一定是感受到的 就是說如果今天我要用這個 所謂的實質威嚇的狀況 就像剛剛講說 你那個什麼戰 那個什麼什麼老鷹飛來飛去 我們的國防部也很可愛 我們國防部說你那不是什麼戰鷹 你叫凸鷹 然後還就請海鷗轉告 就是我覺得現在大家實質上面就會說文攻 文攻之外啦 實質上把那個武力放在那個位置 進行那個所謂的嚇阻的一個效果 我認為這是日本現在為什麼有這種實質上面的改變的原因 CSIS的冰推 我相信昨天大家都討論過了嘛 兩艘航空母艦 大概200艘以上的戰艦 其實去年推估的時候去年推的是九全這場戰爭是九百架戰機 所以你想一下航空母艦戰艦200艘以上飛機 那這已經空戰跟海戰打成什麼樣子的 那運輔你從海上面你要怎麼運輔進來啊 那個那個已經是大概運輔沒辦法運輔了 他不像烏克蘭陸地陸地還沒關係 除了白俄羅斯以外 全部都在幫烏克蘭 能從哪一個國家哪邊邊境用火車用什麼 然後配合衛星去看俄羅斯的狀況 從哪個國家送進去等等 因為他是陸陸啊 周邊這麼多國家幫忙啊 那我們是海島 我們周邊沒有國家可以可以透過陸陸來運輸的 所以為什麼說我們跟烏克蘭不一樣 就他在運輔上面先天上是個海島周邊海域 一旦發生戰爭空戰跟海戰的時候 你已經周邊幾乎就無從動彈了嘛 那除非你是真的願意要幫你們派20條軍艦 戰艦來後面拖了一條船來運輔 我覺得那也太難了啦 那所以這個前提之下 所以CSIS裡面有三個 這一次的兵推研究員的三位領銜人之一嘛 就凱西恩啦 他特別提到一句話嘛 不論臺灣要用什麼打這場戰爭 他們必須在戰爭開始時就擁有他 就告訴你開戰你就要有了 不是像烏爾戰爭開始打的時候 你就發現美國北約 你缺那個我戰車老式的還要到各地去調有沒有 然後波蘭的什麼調 然後我在戰車在新型的給你 然後戰機也一樣這樣調來調去 那臺灣幾乎沒有這個空間讓你在調了嘛 所以第一個 所以他就告訴你你開戰 你該有的武器你就要有了 你該有的準備就要準備在那一邊 好那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十二月二十七號 小英總統開完國安會議以後就宣布延長一年 比 當然我們跟美國的時差 也可以說是同一天也可以說隔一天就很近了 美國馬上跟你宣布說要賣賣給我們M136火山布雷系統 總共給我們十四套 這個布雷系統你雷我們都知道嗎 雷不會去布到大陸嗎 我們怎麼去大陸布雷 然後這個是這個是反戰還有反那個人員的布雷 那當然不會去布在海上 那個叫水雷 所以這一定是布在內地 那內地一定是布在臺灣 尤其是搶灘的那個地方 搶灘的那個地方 所以為什麼看完武器大家會認為說 嗯 臺灣是戰場 其實也不只啦就海海空都是 但是日美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是在海空上面 是支援臺灣臺灣的那內陸上面呢 當然你看到的就海馬是也好 然後我們要買次針杯 那你看到CSIS裡面的報告裡面是大陸死亡一萬多人 然後被俘虜幾萬人嗎 那我們去俘虜人家 那你要來上來我們才能俘虜嗎 那換言之是什麼意思就是說他們人上岸了嘛 所以你就看到刺針飛彈 刺針飛彈海馬是這兩樣東西 其實我相信我們人民常看節目的聽烏二戰爭 這兩樣武器都不陌生 刺針就仁希式的防空飛彈嘛 那仁希式防空飛彈是防什麼 其實大部分都是打直升機啊 或是你真的兵員過來要跳閃兵等等的防空啊 那另外海馬是他可以最遠打到兩百公里 當然你擺在金門為什麼外島兩百公里 那就是要打大陸了 如果你擺在內地你是直接可以挑戰就是 冰海戰爭直接是打灘頭 那我們原本買二十九套 那美國現階段同意要徵授給我們嘛 然後你看布雷嘛 刺針飛彈我們也買了 也都徵授了 那換言之你回過頭來看CSIS 那美國的態度也希望是你做好萬全準備 美國也知道你的運補太難 我可以去牽制大陸的運補 因為牽制大陸運補很簡單吧 轟掉你就好 但是我來運補是準備要被轟 所以他寧可甚至於主動 告訴你我要賣你什麼武器賣你什麼武器 為什麼用的 所以看得出來 美國不管是CSIS或是美國 基本上空戰海戰 他們會派軍艦派飛機幫忙 但是你一旦進入陸地的時候 這是你自己要自己要擔負起防衛 所以多賣你武器 所以要你就是開戰的時候 你就擁有他 前往現在最流行的一句話叫 臺灣有事哪裡有事 就大家都好 就就是大家都要幫忙的意思 其實最直接的應該就是日本 因為第一個日本跟中國之間 反正本來就會有一些恩怨情仇的事情 第二個光你講說釣魚台的一些問題 第三個沖繩就琉球珠島 對他來講話一直覺得盲刺在背 所以媒體也報導說老共講說 如果真的臺灣有事 會不會代表日本有事 日本要捲入戰火 老共有兩套劇本 都是針對他新南諸島所進行的 所有的想定去做這樣打擊 對 因為剛剛易富哥有提到CSIS 這次那個兵推的過程 他其實兵推二十四次裡面 其實他大部分 他大部分他分三個情境在講 哪三個情境 他有分最樂觀的狀況 跟最悲觀的狀況 還有每日都不介入的狀況 其實就算是每日都不介入的狀況 在他兵推裡面 大概臺灣都還可以撐七十天 所以之前講說老共有什麼 要一旦要犯臺的話 什麼短短三天之內結束 一天之內結束 那個在這次兵推裡面 其實都沒有看到 但是為什麼要做萬全的準備 是因為他在兵推的過程裡面 你知道之前我們在想定說 這個解放軍要登陸的話 都是從北部登陸 可是其實在CSIS的兵推過程裡面 發現因為我們大部分的兵力 都是壓在北部 所以對於這個解放軍來講 最好登陸地點反而是從南部登陸 對 所以在他兵推過程裡面 發現他最多次的登陸地點 都是從南部登陸 換言之這就是為什麼 我前面易富哥說的 美國要賣給我們火山布雷系統 因為等於說他要登陸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 我們在火山布雷系統 就可以快速的布雷 然後派上用場 然後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你看在大部分兵推裡面 你可以看到美國一方面 要我們做好萬全的準備 最好你在開戰的時候 都要準備好該有的東西 二方面是什麼呢 是你可以看到在兵推過程裡面 大部分的情境之下 都是每日會介入 為什麼每日會介入 因為對美國跟日本來講 早期介入快速介入 他們發現成本是最低的 越晚介入發現成本是最高的 所以你看今天有三件比較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你看 是這個美國在駐日本的陸戰隊的指揮官 他叫第三遠征軍 這第三軍的遠征軍的指揮官叫比爾曼 這比爾曼就直接講 他們已經做好 就是解放軍可能會犯台的準備 而且一旦犯台的話 每日會共同行動 所以他講的這個資訊就很重要 那第二個資訊是你也看到說 這個日本 美國 英國跟澳洲 竟然在日本 在千葉線 在舉辦一個空降的演習 那這空降的演習當然就散兵的空降 演習 那演習在演習什麼 他其實演習就在演習奪島 換言之 日本也研判說 這個他有被奪島的可能性 那我請問你 誰會去奪日本的島 對日本來講 跟他這些有奪島可能性的 不是俄羅斯 要不然就是中國 那俄羅斯你會看到是 他這次的日本新增的 一百三十多座彈牙庫 新增在哪裡 新增在南西諸島 那新增在南西諸島 很顯然他不是針對俄羅斯 換言之對日本來講 預判對俄羅斯之間 會有軍事衝突的機會是下降的 他是預判對中國之間 有軍事衝突的機會是增加的 所以他把一百三十六座的彈牙庫 新增在南西諸島 同時為什麼他要辦這空降的 奪島演練 其實從安倍還在任的時候 二零一四年的時候 安倍跟國會提出在預算裡面 國防的項目就放在哪裡 放在所謂的奪島演習 跟奪島的這個軍事武器 所需要的國防預算 因為他也是預判到說 這個解放軍侵犯台灣機會 如果增加的話 日本其實會被捲入到裡面去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我們從圖上可以看得出來 你從這圖上可以看得出來 對於這個日本來講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這個宇納國島 西表島 石原島 這一帶的島嶼 距離台灣是比較近的 距離日本本島是比較遠的 所以對於中國來講 盲刺在背地方在哪裡 是在於說沖繩上面 在琉球上面 有美國的駐軍在裡面 美國在日本駐軍有五萬四千人 其中有一半 都是部署在沖繩這個地方 所以在沖繩這邊 有美國的海軍 也有美國的空軍 包括你看到美國在這邊的 這個空軍基地像什麼 普天間基地加首納基地 都是在這個地方 換言之對這個中國來講 解放軍一旦要入侵台灣的時候 沖繩這個地方 美軍要出動 日軍要出動是很快的 所以你看在這個地方 日本的智慧隊 在這裡的人數有兩千一百人 可是對於在這邊的駐軍來講 美國有兩萬多人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邊的美軍跟日軍 要支援台灣的時候 在海空要支援台灣的話 那對解放軍來說 他在侵犯台灣的過程裡面 對他來說是不是盲刺待背 而且是很明顯的威脅 對於他的海軍跟空軍來說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這麼多次 24次的兵推想定裡面 大部分美國跟日本 都把聯合參戰的情境 把它放進去 因為再怎麼樣 對解放軍來講 解放軍自己在兵推的時候 你可以想這些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解放軍在做兵推的時候 也一定會去假想 美日會不會介入 當然 所以對解放軍來講 如果他要做萬全的準備的話 解放軍一定要先預設 美日會介入的時候 他要做什麼事 所以解放軍要幹嘛 對解放軍來說 最好的選擇就是 他要預先攻擊在沖繩 這個地方 所以對日本智慧隊來講 因為這今天很有趣的是什麼 是日本的這個防衛研究所 這個防衛研究所 是日本防衛省直屬的智庫 那所以日本的防衛研究所 他的這個智庫 直接告訴你說 這個解放軍在侵犯 這個臺灣的話 有兩種對日本會做的事情 哪兩種 第一個 他會去轟炸在沖繩這邊的 關於美日 他們在這邊的港口 跟起飛的這些機場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們認為發生機率最高 其實是第二件事情 哪件事情呢 他們認為這個解放軍會攻擊在沖繩 因為沖繩有很多島嶼 他們認為在沖繩以南 這叫南西諸島 南西諸島這邊的防衛力 比較薄弱的地方的解放軍會 寧可先去佔領這些島嶼 佔領這些島嶼之後 等於說他對於你美軍要往南 在這個地方去協助臺灣資源的時候 他有前置你的作用 你要起飛還是你的船艦 他可以預先攻擊你 所以他先佔領南西諸島 對他來說地利上面 可以取得一個有效的位置 所以你看日本在防衛研究所 在戰略部分 他預判這個機會發生 可能性比較高的時候 那對他來講 你就可以解釋 為什麼這個岸田文雄 日本首相 他要把新增的136座彈牙庫 設在南西諸島 因為他認為這個地方 解放軍入侵的機會很高 所以從這些行為 你都可以看得出來 對美國跟日本來講 現在在做的防範的準備是什麼 是防範準備解放軍 一旦要入侵的時候 會連帶連日本都帶進去 連日本帶進去的時候 那就證實一件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 對日本來講 這個台灣有事 就等同一次日本有事 那對日本來說 日本有事等同是什麼 美日的安保同盟有事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 就把台灣跟日本 他美日安保同盟 通通連結在一起